今年的气候温定 全台都做不逢收 但是也做成价胜败 为了不让已经可以 采取的农作物就这样拖在餐里面 每组的农民 全去织收他们家家开放给民众自己采收 各类菜四粒五十块 花菜三粒五十块 为了就是希望可以回收一些成本 今晚拖沉迷情组进入餐里面 拿着人家在菜餐里面 收各各类菜 农民科青权标识 去年这个时尊的各类菜 能够到两粒一百五十块 但现在放在菜餐里是三粒五十块 冷花菜也是同样 买不出去 以三分餐里面各类菜到花菜 若实在没菜收到这个地方做备料了 去年到这段远来 两粒八五十块 现在四粒五十块 看看差多少 不是去年就帮忙吗 没有去年没忙 这个时间还要百五十块 这个时间 不然去年是当时帮忙吗 去年到月才帮忙 到月才帮忙 所以你去年也是这个时间收 对 去年也是这个时间收 结果看到你这家炒多少 炒两分堆 看到这家都这样 炸的没法度收 炸的没法度收 炸的 炸的也炸的 所以你第一次说要给人来 对 给人来才收 为了可以收回一点的身份 科兴权标识 开放给民众自己来办 各类菜四粒五十块 火菜三粒五十块 既然落青米标识 希望荣耀单位 尽速收出办法 来乎的农民 如果不再这样继续下去 本来是喝水风修 所变成灾难 今年没放胎都没大水 所以我们的菜有少少少 但是都风修 风修你看这三粒五十 这四粒五十 四粒五十 四粒五十的时 说到農民是这样 有两万的时 减一些损失 不然是绝对不够的本钱 我请我们的农业主 因为我们是以农立宪 要帮这些农民继续提供 也要跟这些人说 蒸的时 不要一大刮人 一窝蜂 蒸太多时 这样自销 你的季节性要调整得好 调整得好的是 我相信这菜过来 你看这菜这么漂亮 台湾人也很爱吃蔬菜 是不是季节性把它调好 要生产的日期 把它错开 我相信这些农民是有帮忙的 不然他们说怎么买就是绝对不合 就要付出 你看看 收本钱就不够了 柯青春说 野荣帝就在合米菜公寮提供附近 家里再去北点开放给民众自己来办 家里菜四颗五十块 灰菜三颗五十块 欢迎民众全公来采收 新中华新闻 立边红和米菜公寮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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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